宣誓 接下硬性 陳菊愛將前台電總座 陳經德臨為壽命 接下宜蘭縣代理縣長職務 正式走馬上任 我說你不要來 大家都說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在安排 都是弄你去瞧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 背景音樂叫清清嗨滑 讓這個溫暖的音樂 就像瓜媽在場 那麼他用溫暖的笑容 看著我 新官上任 不急著闡述正面 陳經德反倒先脫稿演出 一下林義雄 一下又是陳菊 暗示勢力 意味濃厚 至於實力 和在地議員前妻的關係 陳經德也不忌諱 不難看出 無非想告訴外界 自己可是道地宜蘭子弟 舒澳出身 當過國代立委 也曾出任 縣府基要秘書等職位 代理縣長位置 雖說空降 卻又合情合理 是否參選宜蘭縣長 那不是最優先的考慮 目前並沒有這樣的計畫 然而對於代理縣長任期 只剩一年 中央為何大動作 做出一年連換三任 縣長人事布局 傳出就是判陳經德的空降 可以挽救低迷縣長選情 押住三強爭衣 尷尬窘境 如今陳經德前腳剛踏進門 已經讓其中兩名競爭者 態度軟化 政策都變主 都不好 那不是政經要為民國的 為了巡集考量 又換陳經德 好像不太好 只是宜蘭獻民的未來 一切變成中央說得算 早就違反誠信原則 民眾普遍觀感不加下 藍議會黨團又早早落話 揚言杯葛 無疑對陳經德的施政路 投下不少考驗 這裡醫生嚴禁語 宜蘭報導